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永樂老師 前兩天有一部電影叫做《調音師》非常火 有小朋友就問我說 這個鋼琴為什麽能發出美妙動人的音樂呢 這個音律到底是怎麽回事 朵尼米發斯拉西都是什麽 今天就來給大家介紹壹下這方面的知識 我們首先來說壹下古代的音律系統 古代的音律系統 其實東西方都產生了自己的音律系統 而且還差不多 舉個例子 我們首先說西方的 西方古希臘的時候有壹個科學家 名字叫畢達戈拉斯 這個畢達戈拉斯他是壹個著名的數學家 認為萬物皆是有理數 對吧 但他同時也是壹個音樂家 他發明了壹種音律系統 名字叫五度相生法 五度相生法 五度相生法 這個五度相生法是什麽意思呢 我們說壹個故事 說畢達戈拉斯有壹次街上走 然後他就看到有幾個鐵匠在那打鐵 那大錘子那是錘鐵 錘著錘著他就覺得這個鐵匠敲機的這個音樂特別美 是吧 特別美 那他琢磨為什麽會特別美呢 他就覺得他們的節奏不壹樣 這有的鐵匠一秒鐘敲兩下 有的鐵匠一秒鐘敲壹下 所以二者頻率之比是2比1 這個音樂聽起來就非常美 有人是一秒鐘敲4下 有人一秒鐘敲3下 聽起來也非常美 他回去琢磨說這個音樂 其實就是由這個物體振動的這個頻率決定的 我們現在的語言說就是頻率 頻率決定了音高 對吧 聲音的音調高和音調低頻率決定的 那麽這個頻率如果有這麽幾個關系 就是頻率之間是2比1的關系 或者是4比3的關系 或者是3比2的關系 那這樣壹來聽起來就非常美 於是畢達哥拉斯回去就用這種辦法去做實驗 是吧 他就做實驗 他說我可以造壹個琴 然後來調節這個琴的音高 然後就可以發明壹種音率了 這個琴是這樣的 就是有一根線拴在壹個柱子上 然後左端用壹個滑輪 就滑輪連接了壹個重物 這就是壹根琴 假如畢達哥拉斯撥動這個琴弦會怎麽樣 撥動這個琴弦的話 這個琴弦就會震動 對吧 壹震動就會發出聲音 就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說 我可以改變這裏面的某些參數 比如說我可以改變這個弦的長度 這長度叫L 對吧 L 或者我也可以改變這個重物的重量 這個重物的重量叫G 結果他發現就這個琴它的頻率 或者我們現在說的音樂的音高 它和什麽有關呢 它就與這兩個因素有關 壹個是弦長 壹個是弦長L 還有壹個是什麽呢 這個物體的重量 這個物體的重量實際上是拉緊這根懸線的拉力 對不對 實際上它就是懸線的拉力 與這兩個因素有關 它可以控制這個弦長不變改變重量 也可以控制重量不變改變弦長 這個方法其實用到了我們現在科學的研究方法 叫什麽呢 叫控制變量 對吧 這個初中的時候我們學物理都學過這個方法 就控制變量 好 這畢達哥拉斯用這種辦法 就創造了它的音律系統 這個音律系統是怎麽樣子呢 咱們大概來說壹下 我們用現代的語言把這個事兒描述壹下 我們知道現在的這個音律系統 我們用音名來表示每壹個音高 這個音名叫做cdefgab 這是壹個八度 對吧 那麽妳下面又是壹個c 就是壹個高八度了 如果要是c大调的話 這個cdefgab就唱名 我們壹般唱的是唱名 對吧 叫do re mi fa so la c 那麽下壹個就又是高音do了 對吧 這是唱名 那從音名上來講 它就是cdefgab了 這個從c開始 而不是從a開始 好 那麽這個畢達哥拉斯 它說的這個五度相生法指的是什麽意思呢 它就說妳看 物體振動頻率是決定了音高的 這是我們現在的觀點 對吧 那麽假如說這個c或者說這個do 這個do它的頻率是f0的話 do頻率是f0的話 差5度 1 2 3 4 5 這叫差5度 差5度這個音就會怎麽樣呢 就要讓它 差5度 我們讓它乘個3 2分之3 所以如果這個do是f0的話 那麽這個so就是多少 頻率就是3 2分之3f0 然後我們怎麽生成其他的呢 它說還有壹種方法叫差4度 你把這個so往回推4度 往回推4度是什麽樣呢 這個so往前推4度 就是right 這個right要怎麽樣呢 叫乘3 4分之3 這就是差4度的時候 乘3 4分之3 對吧 那它這個3 2分之3f0乘4分之3是什麽 8分之9f0乘個2分之3 答案多少啊 是16分之27個f0 然後我讓這個l再差4度 往回找 又會乘個4分之3 64分之81f0 然後我讓這個mi呢 我再讓它差5度 就是這個c再傳2分之3 結果是128分之243f0 比較奇怪的是中間這個發 中間這個發它不是從這個c往回推4度得到的 而是從這個高音都得到的 剛才我們說過 壹個8度是什麽意思 壹個8度 畢拉格拉斯說就是差2倍 頻率差2倍 所以你這個地方是f0 那麼這個高音都就是多少 就是2f0 然後你讓這個發 發和高音都之間不是差5度嗎 讓這個發乘3 2分之3之後是2倍f0 你說這個發是多少 是不是2f0除以3 2分之3 結果是3分之4f0 好 咱們來看一下 這就是dorami 發斯拉西都 每壹個音比前壹個音都要頻率大壹些 頻率大壹些就會高壹些 對不對 直到壹個高音都之後 它會變成2倍的頻率 所以這就是壹個8度 中間差5度是乘3 2分之3 差4度是乘3 4分之3 但是還有一點點不壹樣 就中間這個f 它的音是不太壹樣的 這就是畢拉格拉斯發明的這個5度相生法這個音率了 其實也挺好玩的 是吧 其實不只是西方 在東方也有類似的音率系統 比如說我們的音率系統有傳說是管仲 這個管仲 管仲 就管仲發明的 管仲發明這個音率系統叫什麽呢 叫做三分損逸法 三分損逸法 其實本質上來講和這個畢拉格拉斯的這種方法是差不了太多的 什麽叫三分損逸法呢 三分損逸法就是舉個例子 比如說壹個笛子 這個笛子有這麽長 笛子為什麽能夠發音呢 因為妳在吹笛子的時候 笛子裏邊空氣柱會震動 而且它發的頻率實際上是和妳這個空氣柱長短有關的 空氣柱越短 頻率就越高 是吧 於是我們可以做個實驗 大家看 這是壹個飲料瓶 是吧 飲料瓶我裏邊裝了壹些水 然後我就吹它 它就可以發音 這是音調比較高的 因為它裏邊的水比較多 我現在把這個水倒掉壹些 這回空氣柱就長了 我們再聽壹下聲音 是不是就低了壹點了 我再倒掉壹些 它空氣柱就更低了 對吧 如此這般 再倒掉壹些 大家看就聲音越來越低了 是吧 原因是什麽呢 就是因為它空氣柱長短會影響頻率 管仲當時就說 妳看我這裏有個笛子 假如說是笛子 這笛子有個長度吧 我把它分成三份 分成三份之後我去掉壹份 去掉壹會這就叫筍 筍1Ⅲ 當我筍1Ⅲ之後 頻率就會升高 從我們現在的觀點來看 它頻率會變成什麽 頻率會變成原來的3倍 這就叫筍 還有壹個叫壹 什麽叫壹呢 也很簡單 就說妳不有個笛子嗎 妳有個笛子 我現在還是把它分成三份 但是我不是減 我是加 我加1Ⅲ 加1Ⅲ之後叫壹 壹1Ⅲ 當妳壹1Ⅲ之後 笛子長了 空氣柱長了 所以頻率會低 頻率會變成原來的3Ⅳ 所以它也搞出兩個數來 壹個3Ⅲ 壹個3Ⅲ 對吧 就這樣 所以它就提出 我們可以搞出五個音了 這五個音分別是什麽呢 可能有同學知道叫公 還有商 還有角 我管它叫角 同學叫絕 是吧 還有叫紫 還有叫雨 工商 絕之雨 是吧 五個音 那麽這五個音之間有什麽樣的關系呢 其實很簡單 比如說咱們假設這個公 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兜 然後妳從這個兜 先損1Ⅲ 損1Ⅲ之後頻率會變成3Ⅲ 如果這個兜和畢達哥拉斯這邊的這個兜對應的話 損1Ⅲ頻率變成了3Ⅲ倍 就變成sou了 對吧 這個sou是什麽呢 sou就對應著我們的紫 這就是sou sou 然後妳再從這個紫幹什麽呢 妳再把它1Ⅲ頻率會成3Ⅲ 那就從這個sou往回反 反四度 那不在這了嗎 right 對吧 所以商就是right 就是right 這是對應的這個商 對應的商 然後我們再從這個商再損1Ⅲ 於是它就變成了拉 這個拉就是頻率為16分之27F0了 這就是我們的什麼呀 語 對吧 然後我們再從這個拉再往回反 反四度 反四度是誰 是mi 對不對 mi 就是絕 就是mi 所以我們從這裏來看 其實中國古代的音是少兩個的 少誰呢 少一個發 對吧 發是沒有對應的 還少一個誰呢 少一個C 這就是我們是5個音 對吧 維拉格拉斯搞的是7個音 它們之間有這樣的一個關系 但是妳會發現 其實它們都是用了兩個整數的比 2-1 4-3和3-2去調整頻率 調整頻率了之後就可以發出不同的音 而且一個8度都是差兩倍 就是妳升高了一個8度之後 頻率都會變成兩倍 但是在這一個8度之間妳怎麽改 大家基本上都是按2-1 4-3和3-2來的 為什麽呢 可能就是因為吧 音樂就這幾種頻率之比它就好聽 對吧 別的這個比它就不好聽 於是人們就都基本上採用這個方法了 當然除了古代音律以外 我們現在的音律是怎麽樣子呢 現在的音律也分好多好多種 但是比較通用的一種方法是十二平均律 我們來說壹下現代的音律 現代的音律 現代的音律當然是繁榮於西方 但是我們其實真正的發明者是十二平均律的發明者 是中國人 是誰呢 是壹個人名字叫朱在宇 朱在宇 妳看他這個名字起的 就有文化 對吧 為什麽呢 因為他是朱元璋的第九世孫 正兒八經的王爺 他爸爸就是壹個王 後來他爸爸被抓起來了 他是那個王的嫡子 所以他也會成為王的 但是他很不爽 於是都在宮外邊搭了個草棚子 整天研究音樂 他在1581年的時候提出了壹種方法 就叫做十二平均律 什麽意思 咱們來看壹看 畢達哥拉斯也好 管仲也好 他們的這個方法有什麽樣的不好的地方 他不好的地方就在於吧 他這個right和do的頻率之比是這個9比8 他這個me和right的頻率之比也是9比8 但是這個發和me的頻率之比它不是9比8 就這兩個比例它不等於前面兩個比例 這就會出現壹個問題 頻率之比是變化的 於是它不好轉調 什麽叫轉調 比如說有的時候c大調 我們以c為do 對不對 妳換壹個a大調的話 那音會變高 是不是 妳換調了之後妳那個do的位置不壹樣 但是因為它頻率之比是不固定的 所以會造成了什麽結果 會造成妳壹轉調 這個音樂就很奇怪了 那麽我們為了讓這個轉調過程變得比較平順 我們就應該採用這種十二平均律 十二平均律最重要的壹件事就是要保證 任意兩個相鄰的音 它的頻率之比是固定的 是吧 好 我們來說壹下朱在宇的這種方法 表哥畫完了 我們接著說朱在宇是把這個壹個八度分成了十二份 這十二份它的這個音名是什麽呢 從現代語言來看 就是c 然後升c 然後d升d 然後e 然後f 然後升f 然後g升g 然後是a升a 以及b 對吧 我們如果要是c 大調的話 應該是do right mi fa sol la c 對吧 還有壹個是升do升right等等 那麽頻率來講是把壹個八度分成了十二份 而且兩個之間的比是固定的 所以是等比數列 那麽妳在do這如果是f0的話 咱們想壹想 十二份乘十二次之後才是2f0 那妳這個地方應該乘多少 是不是要把它開十二次根號 所以升do就是十二次根號2f0 對吧 這個數不好算 不好算 妳這個right應該是什麽 應該是再乘個十二次根號2 所以是十二次根號2的平方f0 一直到最後壹個因 應該是十二次根號2的11次方f0 所以我們可以想象 這件事情我們如果想把它做出來 最難的壹個地方就是如何去處理2的十二次方根 對吧 這個是很困難的 因為在古代妳沒有計算機 沒有現在這種高科技的設備 怎麽去把壹個數開十二次根號2呢 這個諸在於有辦法 諸在於有什麽辦法 它用了壹個巨型算盤 用了壹個81位的算盤 81位的算盤 結果就把這個2的十二次方根給算出來了 這很厲害 是吧 妳說那畢達哥拉斯它為什麽就不搞出這麽壹套系統呢 因為畢達哥拉斯它是拒絕無理數存在的 它不承認無理數存在 它自然不會用這種辦法 對吧 好 諸在於用了這樣壹個辦法 現在的鋼琴其實也是利用類似的原理來做的 比如鋼琴有88個鍵 那裏邊的壹個8度什麽樣呢 我們畫壹下 好 畫完了 這是我大概畫了壹下這個鋼琴的這個樣子 鋼琴它每壹個其實這個就是這個Do Re Mi Fa So La Si 這個白鍵 是吧 然後這個黑鍵就表示升半音 比如說這個黑鍵表示的是升Do 升C 然後升D 是吧 這個叫升F 升G 升A 這裏邊不管是白鍵還是黑鍵 只要它們是挨著的 頻率都是差12次更號2倍 比如說這個Do和升Do之間差12次更號2 這個升Do和這個Re之間也差12次更號2 這兩個白鍵之間沒有黑鍵 不過它們的頻率也是差了12次更號2 就這麽壹個意思 對吧 現在國際標準音是規定這裏邊這個A 它的頻率是440赫兹 440赫兹 那麽我們按照這個頻率 就可以把其他所有的按鍵頻率都定下來 然後妳升壹個8度或者降壹個8度就是乘2就可以了 是吧 這就是現代的方法 那麽這種方法由駐在宇發明了之後 後來可能是被這個傳教士利瑪窦 利瑪窦他給傳播到西方去了 後來西方有壹位音樂家就是巴赫 這個巴赫他推廣了這樣的壹種方法 是吧 譜了很多的曲子都是利用了這種12平均率的方法 那現在的樂曲很多也是利用了這種辦法來做 最後還想跟大家說壹說 就是這個12平均率它怎麽樣進行物理實現 就是我們怎麽樣才能把壹個音樂變成真實存在的 而不是存在於數學計算之中的 那這個就需要通過物理的方法來實現 怎麽實現呢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用到了之前我們講到的壹件事就是鑄撥 鑄撥 就是有一根弦它立在壹個柱上 然後我撥動它壹下 它可以形成壹個怎麽樣的振動 我們來說壹下 它可能會這樣的振動 這種振動我們稱它為基頻 就是這個振動頻率是最主要的 大部分能量是變成基頻了 那麽當然還有另外壹種就是它也可能會出現怎麽樣的振動 也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振動 這樣的振動 這個就稱之為泛音 這叫第一泛音 它裏邊如果波結越多的話 它這泛音就越廣 可能是第二 第三 第四級泛音 整理來講 那麽它形成波的波長λ 可能是等於2L 其中這個L就是這根弦的弦長 這個N是壹個整數 N等於1就是基頻 好 這是它能夠形成鑄撥的波長 同時通過物理公式我們可以知道 波在弦上傳播有壹個波速 這個波速V等於什麽呢 波速V等於根號下T除以ρ 我們解釋一下這裏邊T和ρ的含義 這個T就表示是這根線上的張力 這根線上的張力 這個ρ表示的是線密度 就是單位長度的線它有多少質量 這叫線密度 好 這是波速 那麽同時我們還有壹個公式 叫波速等於波長乘以頻率 於是我們就可以得到頻率了 頻率等於什麽 等於波速除以波長 等於我們就把這個N取做1了 因為這樣的話它就是基頻 這個答案是1倍的根號下T除以ρ 好 這就是這根弦能夠發出的頻率 我們來看一下 這根弦發出的頻率跟三個因素有關 第一個是弦長 對吧 弦長越短頻率越高 你把鋼琴那後背揉起來 你看一下你是不是發現那根弦 它是一根一根比一根短的 對吧 因為它的這個L不壹樣 所以頻率就不壹樣 弦越短頻率越高 第二個是張力 張力的大小會影響到頻率 所以調音時調的是什麽 調音時調的是張力 它把張力調緊壹點或者調鬆壹點 頻率就會改變 還有壹個就是ρ ρ是什麽呢 ρ是線密度 同樣的張力 同樣的長度 只要你密度不壹樣 頻率也不壹樣 密度越小頻率越高 所以你看那個吉他 吉他有好幾根弦都是壹樣長的 對吧 但是你播的時候它頻率不壹樣 為什麽呢 因為它密度不同 然後密度越小的那根 線密度越小 就是越細的那根 它頻率就越高壹些 對不對 所以這三個因素會最終影響到樂器 所以妳會發現在樂器中 其實也有很多數學或者物理的知識 對吧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可以在YouTube賬號李永樂老師裏關注我